中国大陆北大教授孔庆东在第一视频网络电视台 大骂香港人是狗的狂言引起港人公愤 香港网友决定发起除夕日万人围堵中联办活动 要孔庆东道歉 开放杂志执行编辑蔡永梅斥责 孔庆东才是中共的走狗 孔庆东背后的老板是中共 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 张口就我们香港啦 你们中国啦 这就是王八蛋 这种人就是给人家英国殖民者当走狗当逛 到现在都是狗 你们不是人 19号 孔庆东在第一视频网络电视台 孔和尚有话说节目中 评论大陆儿童在香港地铁车厢吃零食时间 三次大骂香港人是狗 言辞激烈 对此 蔡永梅表示震惊 很诧异 这种法西斯的言论居然公开在大陆电视上播放 香港人不讲普通话 说香港人是狗是王八蛋 所以说毛泽东也不讲普通话啦 孔庆东那么崇拜毛泽东 毛泽东是不是一条狗 我们觉得很奇怪的 为什么能够上去 地方语言进行打压 可以说是一种局限主义 或者是专制主义 一种意识形态 相关视频当天被香港网民转载 并流传到各大网站 引发港人愤怒 有香港网民在Facebook发起 除夕日下午3点到5点 万人围堵中联办的活动 要求孔庆东道歉 你看昨天的电视频 那个女次女主持是完全是一样的 他提的问题都是有引导性的 就是孔庆东从那方面讲 所以应该去抗牛 因为是某一个人一个过案什么 就代表一种官方的那种意识形态 据报道 第一视频网络电视台在香港上市 背后大老板是中共民政部 蔡永梅指出 第一视频要公开道歉 并要求香港政府将孔庆东列为不欢迎人士 不准孔到香港来 新唐人记者梁真 王明宇在香港报道